HELLO 大家好,我是哲恩,最近我身邊有一位朋友正在拓展他的新店面 這幾天剛好需要採買店裡面的東西 除了餐具器皿之外,還有一些燈飾或桌椅等等 他會去採買的這些地方跟我平常會去逛的像IKEA、以德利這種地方是不一樣的 是他的設計師推薦給他的,我就覺得太有趣了 完全不是我平常在台中會去到的地方 所以就想記錄下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家裡或是店面最近有需要裝潢、改造、採購 或是尋找一些靈感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囉 第一間我們要來逛個燈飾 然後我們是到他的設計師介紹的地方 Spa Park 這麼多閉燈,你要怎麼選? 這就是我從你來的目的 我希望你幫我選,我沒敢超差 沒拉麵店,然後開始裝那種奇怪的東西 像是起吸鬼道的 吸上去的 哦! 這是一個完美鏡子 這一區就比較像是工業風格的 居然連這一種都算是燈飾 感覺很像泰國咖啡廳會出現的燈飾 如果你要比較有氣氛,就是燈飾 燈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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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概那麼小一間耶 然後它現在是那種日光燈在這一面 哦! 對,然後它到時候會坐上去 隨便的線應該不用重現吧 不要,但你要拆掉以後才知道它長壁的主意 躲到會有選擇障礙 這邊很棒,超棒 全部拍下來回去慢慢看 我去再跟你的設計師討論 到底哪一個比較適合家裡要布置的風格 再把問題丟還給設計師 明明他叫我自己來看 然後再把問題丟給他 太難了啦,這真的是要很有美感耶 看完燈具之後呢 下一站我們要來看餐具了 現在來到的是左河陶瓷 裡面全部都是賣一些日本製的陶製的餐盤 據說它的標價非常難看得懂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囉 這邊有一些花器耶 這個是我家對那牛排店在用的 它會教你說陶瓷要怎麼用 然後要怎麼保養 價格到底是不是600多 太麻煩了 前面幾碼看後面幾碼 兩碼看兩碼,三碼看三碼 價格比前面價格大,自行退一位 左邊數字比較小 那就是看右邊的 然後它前面是三位數 後面就是兩位數 高尼,這個是多少錢? 你剛說都沒在聽 對啊,後面全部都是放空的 OK 沒有,它就是直接看右邊的 幾乎都是一樣的看法 這個就是一、三、二 這是平常會來的地方耶 對啊,就是一般人看到 根本不敢走進來吧 就覺得這是疲乏的地方 但它其實有賣零售對不對 對對對 很可愛,這個杯子很可愛 75,啊下面這個嗎? 這個很可愛耶 下面比較貴一點點 250多 400多 還是它是靈敏的東西? 一樓都是比較偏平價的東西 就是我們餐飲業比較會用到 二樓就是比較高級的瓷器 現在要到昂貴的地方囉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二樓 二樓的東西呢 單價就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東西也看上去比較精緻 那它除了餐具之外 也有一點小擺設 竟然有口氣耶 它是那個綠掛的那個 我們去外面吃 就是小店就會知道 喔,這個老闆很有錢 哈哈哈哈 買的東西很貴 對對 熱愛瓷器的人來到這邊應該會瘋掉 三樓應該就比較偏平價的東西 對耶,三樓是比一樓還要再更平價的東西 三樓的東西就有比較多元化 除了餐具器皿之外呢 也可以看得到一些鍋碗瓢盆跟廚房的周邊產品 日本製的咖啡的東西 這裡也都有 也有這種比較常見的 很像家裡會出現的這種 甚至是有這個大雅區農會創立紀念的 二十七塊,二十四個起 就一次要叫二十四個以上 然後一個一百三十四 跟它樓下一樓的也差不多一個 一百三到一百七吧 這是要裝什麼的 飯 可是顏色會不會沒有什麼食慾 你挑選這些餐具有什麼美感的準則嗎 自己喜歡 可是我美感也很差 哈哈哈哈 喜歡都是二樓的東西 哦 你看我的店如果看到那種很貴 那就代表那一陣子還蠻有錢的 哈哈哈哈 如果看到這種便宜的 那就代表我最近沒什麼錢 所有的客人全部都是買東西都是二十隻起跳 十幾隻二十隻起跳的 可是它其實一般人也可以來 因為它都是當個當個賣 只是一般人可能會怕走進來這種地方 對 對 可是我覺得它裡面其實給人的感覺 不會壓力那麼大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就是花車的東西 就是便宜 就是有一些已經要出清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在裡面其實也可以挖得到一些寶 所以大家如果平時無聊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逛逛 我覺得蠻有趣的 第三間我們來到了吉祥餐具 這間看起來就比較像是正常的超市的樣子了 然後這一間我們要來買一些什麼東西咧 湯燒鍋子 口部 一些餐飲業零碎的小東西 所以這裡就是餐飲業的權利了 撈湯 高湯的 還要演練喔 嘗一下鎖感 這裡就有點像剛才那個左河三樓的東西 左河的都是日本進口的 這就是他們自己做的 然後你看這一間 剛剛左河一個碗大概100多塊吧 大概19塊 一個碗的價格 這邊可以買三個 但是材質有很明顯不一樣嗎 我覺得有很明顯 看久了你會覺得日本的瓷器 要怎麼講 比較細緻嗎 對對對 粗糙度也有差 點比較便宜的我就給你比較便宜的碗 我這樣排出來是不是 以後然後這個碗也會傷心 一樣是這個系列的麵碗 價格就差不多 不同用途的 然後就找不一樣 你做餐飲業不是都會 就是在那邊加蛋嗎 加蛋 你有沒有想過這裡面是什麼構造 沒有耶 小彈珠 然後你插進去之後你滑那個彈珠 就是跟著你的那個一起滑 冷知識 無用的冷知識 你知道是幹嘛的嗎 不知道 它是兩條磁鐵 超強烈的磁鐵 搬家裡不是都會放那種刀架嗎 對 可是刀架下面很容易藏無納 所以我會把它鎖在牆上 然後那個刀面直接吸著這個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要用的時候直接把它拔下來 你看喔 好酷喔 這個超方便的 好酷喔 我們家裡應該也要推廣這個 不行啦 有小孩會很危險 喔 真的不行 呃 右繩那個桌椅的 喔 它這邊是採預約制的 它顏色是 這個好可愛喔 好 看起來這個都是營業用的 都是營業用的 OK OK 老闆請問有人是自己搬家 然後來這邊訂做的嗎 有搬家 大部分都是拍電腦用的 喔 或者是設計師 喔 家用的比較少 除非是我們剛好有材料 嗯 這些東西 就是可以做現成 就對了 了解 就是對 那我要看吃嗎 對 營業用的 你現在做跟你之前很一樣 還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們面的顏色有換 所以 嗯 我們面是用這個 所以只能照類似的 那如果它桌角的話 也都會漆成這種顏色 就跟舊子一樣 可以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舊店那個 它是現成的 它一張桌子 也是差不多五六千塊 然後是貼皮 很明顯的貼皮 就是有廉價感的 這個實木的也才五六千塊 真的很滑是不是 對啊 就是 以前都會以為訂製 隨便一張 就是因為訂製聽起來就超貴 對 這個桌角是四支 就是固定四支 如果是木製的就四支 然後另外一間的是 還有那種彎的 歐式的 日式的 你看有拍到它的那個工廠嗎 有啊 好帥 它那種椅背都是 真的是工廠做出來 這樣磨出那個型 對對對 它可能在上個色 去完剛才那個神奇的地方之後呢 下一站我們要去看把手 沒想到這麼細節 連把手都要成為一個站 把都有專門賣那些細巷的五金 不是那種鎮宇跟小便那種五金 是水電專門的五金 超酷的 對 可以去那邊逛 我們待會只有選一間去看 甚至要到逛的程度 對 要到逛 去那邊逛 我們就看看把手有幾百種黑血 對 我就看你選不選得出來 他說我們台中的工藝路上有一間諾貝爾 從諾貝爾到中米南路 從諾貝爾到台灣大道的中間 一整排都是在賣類似的東西 好了 到了我們看把手的地方了 超酷的 還有卡通圖案的 哇 還有這種 現在給我一個Sample 讓我挑一下它的手法 我要檢查一下 好啊 以後我那間店要買什麼東西 所以我都要在一起 你好敢殺喔 我以為這是國二家的你知道嗎 沒有啦 那我的水電那個62萬應該讓你去殺 你看能不能直接殺到變55萬 我現在殺了7000塊我都不敢你知道 你傻傻的